中國武漢肺炎疫情繼續升溫 全國醫療物資極度缺乏 在一線搶救病人的醫護人員也缺少防護用品 而掌握湖北省捐贈物資分配的武漢紅十字會 由於分配不公 引發外界批評 在防疫一線的武漢協和醫院向外界求助 表示 因醫療用品無法獲得及時補充 醫療物資即將用盡 醫護人員也將暴露在危險的疫情中 雖然武漢紅十字會表示 曾分發3,000個普通口罩給協和醫院 但院方表示 從未收到這批物資 然而 另一家至今未開設發熱門診的莆田系復科醫院 卻得到18,000個N95口罩 協和醫院的曹青爆料說 這3,000個口罩 是協和醫院科系老師的朋友 從陝西用順風快遞私下寄給他們的 但包裹到了武漢卻被紅十字會攔截 並宣稱已交付協和醫院 事實上他們並沒有收到 在輿論的壓力下 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發通知說 所有的醫院、社區街道都可以開介紹信去領物資 然而 協和醫院前往領取時 卻沒有拿到任何物資 紅衛人員不發給他們 武漢協和醫院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 一線醫護人員向新唐人透露 當他們前往領取醫療物資時 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卻叫他們回去 並告訴他們 領取醫療物資是網上傳的假信息 他們傳的說可以去領物資是假的 是這樣告訴我的 與此同時 武漢紅十字會囤積醫療物資分配不公 以及扣押海外捐贈物資的行為陸續在網絡被曝光 更深層的揭發紅十字會的問題 有網民擔心 將全球捐贈的醫療物資露天堆放 若下一場大雨 這些物資就會變成不具防護效果的廢物了 武漢志願者張先生指出 現在所有的捐贈物資 受贈者都收不到 在輿論的壓力下 中共官媒《人民網》1月31號表示 武漢協和醫院急需的一批醫療物資 已經送到醫生和護士手裡 報導說 聯邦快遞協助國際直接救濟組織 把物資運低廣州後 再運到武漢 由此可以看出 這些物資並沒有經過武漢紅十字會 紅十字會本是救災鎮民的非營利組織 但中共的紅十字會在體制上是個官僚機構 卻要履行慈善義務 這就是個怪胎 它既無法高效運作 也無法避免內外勾結貪腐 因此 體制不改 避病難除 還有 避病難除 避病難治 避病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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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